这一个中国来的网红正在水流连 我们往前面再看看 非常聪明的消费者 他说要去下一站看看 作为聪明的消费者 是90马币一公斤 那就相当于人民币126亿公斤 也就是60多亿斤对吧 那这个价格的话 应该也不算贵哦 猫山王 是的 在中国也不算贵 因为你来到马来西亚 这些运输费等等 都没有算在里面嘛 所以再买一下 应该是到比较便宜的猫山王榴莲 来到另外一家 一公斤18块 这些都是干蹦榴莲这两粒 看起来像是C股的猫山王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C股的猫山王 在马来西亚买榴莲 有分为A级B级C级的猫山王榴莲 根据马来西亚的猫山王市场 A级榴莲是最顶级的 一般上有5房以上 重量至少1.5公斤以上 B级榴莲有4到5房 重量1公斤到1.5公斤 C级榴莲是属于最低级的榴莲 有3到4房 重量是1公斤以下 好了 至于ABC榴莲 到底它的价钱如何 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看到这美女 秀一秀榴莲的味道 榴莲一般上是正常的动作 但千万不要秀一些进口的榴莲 因为化学农药是非常毒的 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不要做 我看那个熟了没 熟 肯定卖榴莲的人会讲 它的榴莲一定是最好的 而且肯定是熟的 又来了 OK 来到这家要下单了吗 这 小姑娘非常不差价 这招就非常厉害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学到了吗 OK OK 1.3公斤乘以55 70 71马币 OK好的 70马币拿下一个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看到这里榴莲马 基于镜头有点远 我们也不肯定 是不是真的猫山王 但是看它的肉的颜色 应该不是正宗的猫山王 不管是榴莲肉 或是外形 都有一点不像 作者在这里 想要跟大家描述一下 榴莲苦的味道 这味道跟苦瓜的苦 好像是猫山王 因为都说猫山王吃完 这苦是榴莲味道太重 而且你会觉得一点干苦 咳喉咙的感觉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这个呢 是70马币 人民币的话呢 就相当于105 很多游客 都是自己骗自己 因为榴莲苦不苦 是看自己的口味 是不是真正的猫山王榴莲 只有它自己才知道 以上是属于个人意见 纯属作为参考作用 很多中国朋友 真的是没有试过 正宗的猫山王榴莲 其实说真的很多本地 或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这一代朋友 有时候真的也会很困扰 辨认不出真伪的猫山王 到最后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榴莲的价钱 猫山王再忘记的榴莲价钱 是A果60块 B果30块 C果15块 这些是一般榴莲 忘记批发的价钱 以下只是作为参考作用 真实价钱 还是以市场的供应量 还有等等的因素 来决定当天市场价钱 记得订阅分享点赞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